Hello 大家好 終於來到韓國戰利品功力的最後一篇 今天顧名思義就是介紹化妝品和護膚品 提到日四的韓國VBOX應該都看到大部份 其實應該差不多叫做全部 因為我日四之後再買的化妝品也不多 可能只有一兩支唇膏 一兩支東西 但品牌都是這些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立即就開始了 一貫的關係 介紹我買的東西之前 都要說一些購物攻略 首先是機場 很多人會在機場專供什麼呢 雪花壽 很多人說在機場買是便宜很多的 其實我也有在機場買 但也隔了價 而且是便宜一點 但可能回覆價錢 也是比香港便宜一點 但已經不是網絡之前說得那麼誇張 因為以前找的照片 經常說雪花壽 等於那裡韓國買 等於香港的七折 其實現在沒有這東西了 真的便宜一點 而機場也沒有鎮品送 然後就到 剛才說過了 就是樂天免稅店 我主要來逛的間是明洞分鋪的 記住 不要在另一層買 因為樂天免稅店是在九樓和十樓 所以你下方買沒有外國人 即是沒有國外人的免稅優惠 真的很多人 大家記住 最好以一個快狠準 平靜的心情 馬上買完便宜了 那裡不是可以試試顏色 試試質地 購物 又預期它有服務 那裡沒有的 那裡的戰況 類似五一王金周 在SOGO感恩節的戰況 即是這兩個情況 混搭一起差不多 所以樂天免稅店有什麼要注意呢 首先買東西之前大家可以在網上 又或者在樂天免稅店這間百貨公司的11樓 即我去明洞 就是11樓最頂層那裡申請了會員卡 因為會員卡有額外的九折還是九五折 不記得了 九折頭就是Visa和白金Visa 都是有額外的九五折至九折不等的 這些大家都可以上網做research 但是我沒有記錯 至底就是白金的Visa卡 這東西拿著這張卡在那裡買東西 是折頭最多的 普通Visa都有的 Master那些好像不是間間店有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其次就是明洞 因為明洞算是最齊的 好像我們旺角那樣 什麼化妝品牌 護膚品牌都在齊的 我們都買得最多是明洞 大家就說明洞送得少 sample 其實我覺得現在韓國都沒有 那些 sample檔 送這麼多 sample 不是好像前兩三年 看到別人去韓國那樣 你買三份一東西 送三份二都是 sample 我只有一間試過是這樣的 我自己最喜歡先 就是Visa 大家都知道我買了這個 Visa的新的氣展 算是氣展BB 其實這個呢 有40度防曬 其實我在韓國已經用了 今天大家看我的底 我也是用這個化 其次就是 大家一度看我韓國VBOX 我除了第一天用自己帶去的粉底化之外 其實第二天我自從買了之後 好像第二天還是第三天開始 我每一天都是用這個粉底化的 它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盒子 它跟普通氣展不同 普通氣展就是藍色的粉底化 它就不是的 它就是一個這樣的掃 一些掃毛 但是它裡面都是跟氣墊一樣的 是氣墊一樣的 是用這個掃 用一點點音力 這樣掃 它的粉底就會掃到在這個掃 之後就是順紋理這樣上 大家不可以這樣圈圈 或者其他 是要這樣順紋理這樣上 我反而覺得在韓國用的時候 用這個粉底 它就更加貼 更加水潤 更加一點都不乾 反而我覺得在香港用有點乾乾 乾了一點 可能因為天氣未到 另外的什麼呢 就是這個經典的王牌 Small Face Case 就是它的四色四層補盒 就是它至經典的王牌 其實我都未開未用的 因為所有化妝品我都想拍完這條影片 我自己在這裡 很心急 我這裡有一塊鏡 四層 第一個粉底 第二層它的珠光光光亮 第三層胭脂 第四層陰影色 太愛這個牌子 所以這個牌子覺得特別久 它就當我買了兩套東西 就送了兩套這些旅行裝給我 我又買了那個刺墊 他送了一個POP給我 還有這個是四色補盒粉POP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一支一支的旅行裝 第二個牌子是什麼呢 就是雪花壽 其實潤草精華我買了兩支 另一支我已經開來用 這支就是第二支 它這裡有寫的 它的正價就是11500W 即是35000W 我在樂天Duty Free 我買這支還要是90m 我沒有記錯在樂天Duty Free 買的價錢好像是90元 還是95元美金 兩支90m 我記得是便宜過機場 因為機場我印象中 不知為什麼去買60m 都要30多還是40元美金 之後就買了另一支 這支也是雪花壽另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美白防曬 這支美白防曬後面寫著75000W 我自己就不記得在Duty Free買多少次 買了我在香港 看中了很久的雪花壽氣墊 這個氣墊墊墊我買21毫式的 有網友推介我 有一樣東西是一定要買的 我最後在機場買了 回來試試 就是這支Double妝的 這支是什麼呢 就說Over Night Mask 應該是睡眠面膜 即是敷過夜那些 我買這個Double妝是多少錢呢 就是77元美金兩支 兩支是什麼容量呢 不知道是什麼容量 就是大支妝 看 好了 之後說什麼牌子呢 說IoPE 這個IoPE 其實我行過幾間價錢 不論是在明道的屈臣市 在明道的專門店 我這個就是落天丟TV買 其實每個價錢都一樣 差了去送的東西有什麼不同 其實每個都是四萬瓦 這樣的價錢 我印象中是三萬多瓦還是四萬瓦的價錢 我自己就買C21毫式的 其實一盒就包兩個 一個氣墊粉餅 氣墊粉餅就是這樣 這裡就有個氣墊粉餅在裡面 還有這一盒再送一個refill 其實你為三百多港幣 有兩個膽子 之後IoPE我買了三支唇膏 唇膏全部都為二百多港幣 我自己三支都試過在手上 我自己都喜歡的 分別就買了 很有趣我買的那些 全部都是很最後的幾個號碼 我買了41號色 43號色 和千進衣的44號色 這款其實就是43 43 不是它看得那麼紅 下面這款就是41 大家看看它是偏橙 這款最底就是千進衣的44號色 這款44號色是完全的頭髮紅色 和這款43呢 43就比較偏向大紅一點 這款完全的頭紅色 但是這款是偏橙 我就買了這三支 之後就說這個 Intersphere Intersphere火山泥 很出名的 我自己都有用過 但我在香港買是買那些二十元的 那些小小的試用妝 但其實我覺得那個試用妝也很划算 因為我自己都用到三四次 三四次左右 好了來到一個都幾重點推介的牌子 就是Beef 我之前大家有記得看我的review片 其實我是review過的 這個Beef是以前收市用的 大家看到嗎 1 2 3 4 5 就是我手拿這個6的sample 這款只是為港幣八百多元 就是我在樂天釣TV買的 真的超級划算 為什麼我說超級划算 因為平時在香港專櫃買單買一支Beef的保濕精華 是藍色系列的保濕精華 已經是三百多元港幣 一個保濕炸彈也是三百多元 我沒記錯保濕精華是三百二 保濕炸彈是三百五 還是三百八 我這麼多東西加起來都是八百多元 你三瓶已經不止八百多元 所以就超級划算 所以這三瓶不是瓶瓶都保濕精華 這瓶我沒記錯就是紫色 是紫色系列的arm mask 這兩個就是保濕炸彈箱 這個其實不太適合我用 或者我都會試試 或者叫我男人試 因為這個是水油平衡系列 大家都知道我已經沒有油 它送了什麼呢 另外的sample 這些都是送的sample 再一瓶小的保濕精華 一瓶小的炸彈箱 我之前試用的就是這個炸彈箱的尺寸 其實都蠻耐用的 還有一些一包的東西 來到另一個 如果大家經常留意IG所或網絡 應該都蠻熟悉的牌子 最近經常都看到的就是這個 這個牌子 這個 我去到最主要是想買這支炸彈箱 因為我再次強調 我不喜歡在外面購買 我買了這支 這支反光 這支也是濕粉炸彈箱 這支不是碎粉掃 而是濕粉炸彈箱 因為它的表面有點反光 它這裡其實是有點斜頭的 這裡你看不見 都是這樣斜上去的 它也是濕粉掃 用來上濕粉的 這支自身的一支粉底液 我試過上手的這支粉底刷 推出來頗有光澤感 保持粉底的遮瑕度、滋潤度 還有它的數毛也很遠 都是二百多元 所以這兩支我都一口氣買回來 我就是買Z妝的 單價忘記了 我買Z妝的 它一支粉底液 再加一個 應該是保濕霜 50ml 加起來就五萬多瓦 好 說另一個牌子 這個牌子就是我男人在網絡找回來 他說台妹熱烈推介的 M字頭的牌子 其實我都不懂得讀 就是這個 這間店真的自願買了 我出自我意願買了 買了兩支的 兩支的 為甚麼呢 因為它算是在韓國見到便宜的 現在七萬瓦一支 但它做買一送一 就是七萬瓦兩支 我沒記錯 一支好像三十塊 三十塊還是二十塊 目測好像五五五五 目測好像多過二十 所以Step1應該是導入液 首先塗Step1的導入液 之後再敷Step2的正式 Paper Mask 因為我都是看它 那裡已經有中文簡介了 其實 我看到覺得挺特別的 我自己很少敷這些 有Step1、Step2的面膜 台北依然推介 就是洗臉膏 就說洗臉膏很抵用 我買了e-pad e-pad就是保濕的 大家看到了 1萬3瓦兩支 這支是再加強一點的保濕版 這支不記得多少錢 都是差不多 不用1萬瓦一支 我男人自己找的 這個品牌 我之前在Day4說過 他買了一套男士的套裝 本身男士的套裝不是這三支 他本身做公開的三支是給乾肌 但我男人是油肌 他就問他可不可以轉 他真的很大膽 問別人 他說可不可以轉 這三支轉為油肌 但是那個套裝的禮品妝價錢 那個售貨品妝價錢 他可以轉給他 所以大家看到是用油肌 很搞笑的 他這樣問別人轉 因為香港多數都不准 是乾肌那套 做優惠就是只有乾肌 他跑去三支都轉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笑 送了一些東西 送了一支手霜 其實手霜都很便宜 我男人又說是熱烈推介 一定要買 因為是便宜的 但我們去到買 他自己不想買自己的護膚品 他忘了買手霜 他忘了買手霜 所以就變成了 只有一支他們送的小版 還有送多了兩支洗臉 送了兩支護膚品 還有送了一些護膚品 又是面膜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次去韓國買很多支唇膏 也是這個品牌的 我就是買02的粉紅色 反而我覺得這個品牌的唇膏 包裝 比起IOP這個包裝 很多我覺得IOP這個包裝 很STRODA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看到它有一點點 裸裸的粉紅色 就是這個顏色 就是去塗一些顏色 都是偏實色 一支很大老的裸粉紅色 這個面膜就是我心不甘情不願買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很貴 我沒想過韓國的面膜那麼貴 所以最後都買了 最後都買了 就是這個 Poly Moly 經典王牌的 鍋牛麵膜 門店買了40元 30元 我好像上網看過的人都說 水貨店都要買到20元 還是30元 我已經很緊張了 這個我自己買這一支 為港幣都是22元快 那我就買了一支 一連三集真的很長 我們下次其他片再見 拜拜